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千涵 台股今天封关 那么年后的趋势跟产业 到底要怎么观察呢 我们马上就请林志龙 龙哥来解答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志龙 那行情呢 今天封关了 那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呢 进摄影棚 那我们这边呢 提早跟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呢 在股市人的虎虎生风呢 继续跟着我们大转 那行情最后的交易 虽然说这个交易几乎 是呈现一个下跌的 但是我们在过去 一再跟大家做一个叮咛 这边如果行情 没有做一个修正的话 怎么会有财富 从分配开始呢 所以即便封关了 其实你也不用感到会心 因为市场上一直都在 机会也一直都在 所以农业年接着 请大家这样 可以把你的口袋名单 给建立起来 那如果这边 你不知道怎么建立 口袋名单的话 请大家务必要加入 整个群组 整个在过年的时候会 这边会帮大家 连载一份产业报告 我们农业年间不打烊 这个传统已经讲 持续了好几年了 所以要请大家 把这个传统文化给发光发热 然后请大家一定要 交入整个群组 那在我们看到 在过年期间 你还可以追踪什么事呢 追踪一下 MIS恐慌指数 那以今天的这个收盘来看的话 MIS恐慌指数 有呈现一个滑落的现象 那代表说什么 这边长假卖 有可能已经提早宣泄完毕 提早宣泄 提早卖出来 那如果美股在这边 农年间不再往下重挫 其实这行情在开红盘的时候 就有机会迎来一个反弹行情 那至于说美股这边 有没有机会做个反弹呢 我们等一下来帮大家追踪一下 我们还是要帮大家追踪一下 这个新台币汇率走势 那其实MIS恐慌指数 跟新台币汇率走势 我们一再跟大家做一个追踪 那这两个指标是非常重要 其实赚钱呢 只要有几个招式 能让你赚钱的话 其实那个招式就可以很管用了 所以这两个指标 在新的印尼呢 仍然要请大家持续做一个追踪 那接着我们看到这个备办 那备办我们先前跟大家到 这边的行情是这样做了一个 爆量长黑收脚流的一个下影线之后 有机会指稳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边呢 这前天的这下影线 有没有机会守住 守得住的话 行情有机会慢慢反弹 向这季线靠拢 那如果守不住的话 即将往下再回撤一段机率 就会跟着提升了 那这关键在为什么呢 在今晚的联准会利率会议 那或许呢 有投资办会认为说 这一波下跌是因为站在 还是因为什么其他因素 这些种种因素都好 但是我们认为是 因为联准会的一个会议 而提前让这卖压宣泄 提早让这个利空实现 那如果说联准会的 这个利率决策会议 没有更硬派 没有更加偏硬派的话 其实啊 这美股也会迎来一个反弹 因为已经做了一个宣泄动作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基本面 仍然是维持着扩张 向上的一个态势 所以这几天 这农业人家 大家可以好好去追踪一下 那最后我们跟大家聊一下 这个加圈指数 那加圈指数 其实在过去 我们再跟大家强调 结算过来到区间上远 如果区间上远 过不去的话 这边长加卖压 你可以适时去调节你的部位 那如果跌破万八的话 你更要适时去缩减你的部位 因为跌破卖压这边 跌破万八 后面的卖压会比较重 那要封关了 这些呢 这行情比较没有一个连续性 大家可以等待封关之后 再看看这加圈指数 那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 封关过开红盘 能不能尽快占回万八 这个是很关键的 如果占不上的话 那接下来反弹呢 大家都要先站在一个卖方 那直到什么 直到行情开始趋势了 那以现阶段来看的话 其实他都没有符合一个什么 爆量长开收下引线 或是一个实体的红黑棒 那在这样的条件出现之前 那封关之后 封关之后开红盘 这两天实现之前 或是站上万八之前 如果都没有的话 请大家这封关过河 仍然是要保持着 一个审慎的态度 那怎么说呢 其实这边农历年前 有很多的变数 那这么多变数的情况之下 在农历年前开红盘会想一次实现 行情很容易讲用上涨或是下跌 用跳控方式开出 所以开红盘那天 大家不妨可以再多观察一下 那最后最后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工商实现一下 请大家交通各群主 那收看这份完整版的产业报告 以上谢谢 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龙哥的分析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年后再见 拜拜